Hello 大家好 真的很久沒有跟大家分享過我煮食的影片 今次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敲羊架的做法 來到英國當然要煮西餐 今次做這個羊架是在Vachels買的 Vachels是一個女王御用的超市 連女王都會在這間超市買東西 所以它的價格會比較高 但是它肉類的質素是相當好 不知道大家在英國有沒有發現 買這些羊架在很多地方都沒有 很多地方都是只有羊扒 我真的除了在Vachels看到有羊扒之外 我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 如果大家看到的話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在哪裡買 這幾塊羊架真的沒什麼肉 是0.3公斤 就要差不多12磅了 真是多貴 我平時在香港也不會突然去買羊架來煮 因為都比較貴 所以我也不知道香港的價錢和英國相比 究竟相差多遠 現在事不宜遲就說一下這個羊架所需的材料 首先就是油 我以前是用橄欖油的 現在就轉了做牛油果油 之後就需要一些粗鹽 黑胡椒 還有這個茄子 這個是乾身的 不是新鮮的 另外就是一些新鮮的Rosemary 大家調用新鮮 因為新鮮真的香很多 另外就是一個洋蔥和一個蒜頭 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這個洋蔥了 頭頭尾尾尾切開了 之後就把它切四個 之後就到這個羊架了 我已經清洗好 之後用廚房紙印乾了一些多餘的水分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一隻碗 就是準備一些乾料的材料拌勻 首先就是加一些粗鹽 鹽、黑胡椒和Thime 就是1比1的份量 如果大家喜歡多一點黑胡椒味 就可以加多一點 大概每樣東西的份量就是加1茶匙 煮這個羊架真的相當簡單 平時我自己也是在英國懶得煮東西吃 基本上在香港我也是很少煮東西吃 但是做這個羊架真的非常簡單 如果大家都是和我一樣很懶得煮東西的人 都非常推薦大家去試一下 只要有焗爐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就準備醃這個羊架 首先就把一些油倒上羊架的面上 之後就把它平均地慢慢去按摩擦勻的羊架 緊記兩邊都是要擦勻的 之後我們就可以下剛才我們拌好的乾料 我們慢慢就撒在羊架上 慢慢也是幫它按摩擦勻 也是一樣兩邊都要擦勻的 然後把新鮮的紅蘿莓兩條慢慢切粒 重要事要說三次 大家謹記了 真的要買新鮮的紅蘿莓 因為我之前試過買乾的紅蘿莓 是完全不同的味道的 之後我們就在羊架的面上切一點洞 兩邊都平均切一點洞 剛才我已經切好了一些蒜頭 通常我會一次過切好蒜頭粒 就放進瓶裡 然後放進雪櫃就不用每次都切的 我們就把蒜頭粒 還有新鮮的紅蘿莓就塞進去剛才切了羊架上的洞 做好之後大家就可以放在雪櫃 或者室溫的地方 因為英國也不是太熱的 我們就醃它兩至三個小時 之後我們就可以預熱的焗爐 預熱到180度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剛才切好的洋蔥 放在焗盤上 平均分配地放 放好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剛才醃好的洋蔥 整塊就放在上面 把剛才用剩的紅蘿莓就鋪在旁邊 最後就加多一點橄欖油 或者牛油果油上去洋蔥的面上 或者洋蔥的面上 讓它不要太黏 因為這個洋蔥也比較薄 我們預熱的焗爐180度 焗20分鐘就夠了 大家如果想過羊架的口感比較香 大家可以焗10分鐘之後 放下去煎餅再煎一煎 這個就是我焗完20分鐘之後的效果 這個羊架的羊肉質感 真的很軟 而且很香羊味 也不會太酥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試買這個羊架吃 之後當然要配上醬 通常我也會點這兩種醬 一種就是 左手邊的芥末紫醬 和右手邊的薄荷醬 不是人人都會接受薄荷醬的味 所以視乎大家喜歡哪一種就下哪一種醬 大概1磅至1磅75左右的價錢 一瓶的 好啦 今天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